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一个美女突然出现在眼前 她说自己是未来精灵可以预知一切 只要你问没有我不知道的 水哥想到明天的考试试探地询问精灵 明天的考试题目是什么 没想到精灵直接给了她一份题 让她好好复习 第二天当看到考试题目水哥顿时惊呆了 这题目和精灵说的一模一样 她又惊又喜 考完试水哥突然听到有人在谈论今晚的球赛 她立马有了注意 回到天使 她连忙打开聊天室 并询问精灵 今晚巴西对阵科威特 谁会是王者 精灵说 要买就买科威特 果不其然 水哥赢了一大笔钱 几个月的寿命换来这么多钱 水哥觉得太值了 这时 水哥又听到路人谈论今晚的彩票奖金 足足有四千多万 水哥立马来了精神 她看了看时间 离彩票截止还有一个小时 她匆忙回到寝室 打开聊天室 急迫地询问精灵 今晚彩票的中奖号码是多少 精灵刚说完 水哥的女友小白打来电话 原来 今天是小白母亲的生日 也是水哥最好的表现机会 可时间不等人 水哥扔下小白 一路狂奔 终于在最后一刻买到彩票 为了见证自己的辉煌时刻 水哥叫了一圈朋友来酒吧庆祝 她紧张地盯着开奖信息 果然水哥如愿中了大奖 她兴奋不已 于是大手一挥 豪气地请全场人吃喝玩乐 因为太兴奋 水哥和别人发生了争执 被警察统统带回了警局 被放出来时 已经过了一天一夜 她带着朋友们来到彩票站 一番手续后 终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纸票 可刚出门 纸票就被一阵风吹走 她刚捡起纸票 就被行驶而来的汽车撞到 朋友们都吓懵了 可下一秒水哥竟站了起来 她刚想和朋友炫耀 此时小白又打来电话 水哥刚接起电话 突然肚子一阵剧痛 随后开始吐血 慢慢地倒了下去 而电话那边 不停地传来小白的责备声 原来小白联系不上水哥 担心他出事 所以找上了门 到了寝室才发现 水哥门也没有关 屋里的电脑还亮着 水哥这才想到 自己在得知号码后 因为太着急出门 忘记退出聊天室 而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水哥也用尽了 自己所有的生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未来的事儿 还是不要知晓才好 妄图去改变未来 必会成为他的棋子 不如珍惜当下 安然极好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未来聊天室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